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新闻有情调 也再次的欢迎友志 来到我们节目 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在Omicron的威胁里面 顺利的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你怎么一开始就语无伦次啊 没有啦 我一直在关心Omicron的东西 不用啦 我一直跟大家讲啦 我说Omicron是没有错 好像看起来在国外 确诊数非常的惊人 那现在传播力也是非常的快速 可是大家呢 真的不需要太过于恐慌 因为呢 现在大家基本上 如果打过第一针第二针了 你已经身体上面呢 有一些些的保护力 那么只要小心戴好口罩 情消毒 对 没有所谓的重症死亡的话呢 大家也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啦 当然你得了可能日后有些后遗症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然是最好是能够不要确诊 可是如果真的是怎么样的话 这也不要太过于担心啊恐慌 我觉得其实日子还是大家就好好的过就好了 今天呢这个新闻有情调呢 先跟大家来讲 这个话题啊我想 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比较的是 西方国家还有中国 在2022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因为这个一开年呢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 那我想跟大家今天的分享 当然也请教一下有志的这个看法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一方面呢 是积极的在对外开展 从外交关系上面有很多的突破 从非洲从中东 在同一些南太平洋的岛国 甚至都是一些比较穷国小国 我们看到呢都愿意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 好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可是在西方国家 在我们现在看到以美国为首 甚至是美英澳这三个国家 我们讲的是AUKUS AUKUS呢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三位领导者 包括拜登包括强生 包括莫里森 感觉今年都不好过 流年不利 非常辛苦 应该没有去按太随 对啊 其中一个还被奥利森 害到差点快要选 应该选不赢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AUKUS 这三个国家美英澳 通常我都形容说 这三位领导者包括拜登啊 Boris Johnson还有莫里森 他们三个人呢是兄弟 你看好像永远呢 这个拜登一说什么呢 另外这两个国家 马上就呼应 央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嘛 这当然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一味的抗中之后 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代价 自己国内的很多的问题 层出不穷 经济又搞不好 做出了很多的不良的示范 防疫不利等等 结果也因此就让这三个人 三兄弟变成了难兄难弟啊 幼稚 他们三个来自同民族啦 那性格其实也不像一样 专场也不像一样 对有的来自外交的 有的是那个政治人物科班出身的 但是三个好像最近都犯错耶 而且三个好像刚好都遇到要选举 然后三个呢都不约而同的 犯了自己人生中的大错误 怎么这么巧 我这有说流年不利嘛 就是你一般的政治人物犯的错 应该还有办法解决 可是这三个好像 宜秦教官今天列出来了 等下看他标题 应该发现 他好像得了Omicron的重症 好像救不太起来 包括拜登 他要遇到其中选举 可是他自己想要去做老大霸主 可是他好像没那么霸了 然后英国强生照理说 大家对于他佛系防疫之前 居然是颇有诟病 可是也就慢慢过了 也没有英国人也没有这么大的 只是信念Mermen 可是真的让大家反正 英国人的个性嘛 就是比较一中规中矩 结果呢比较我们防疫 你自己跑去开趴 哇这变成了开趴门 这变成他的大危机 然后再加上Morrison 他虽然是号称逆转天王 好像每次选举都是逆转 就是平掉输了10% 输了9% 可是选举的时候 咦 嘣又赢了 还能翻过身来 可是大家应该知道 每次历次都是在8% 7%的时候逆转 这一次已经到两位数了 而且就是因为Omicron 他又下错了决定 那怎么办 这三个好像同时会惨了 可是在这三个之前 又笑中国大陆 笑的这样哈哈大笑 新疆人权对不对 一直不断的这样主张 高分贝的对抢 但是问题是有证据吗 没有 然后再者就是在很多地方 试图要围堵跟抵制 中国大陆 甚至呢都美国说什么 那么他们就说什么 可是现在看到的是 自己的位置可能都坐不稳啦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一定笑这三个说 Aukos三兄弟 你们管好你自己好了 我相信是啦 不过事实上呢 我想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呢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 自己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应该是要忙这个中国大陆 要怎么样去对外发展 好好的去跟外面交朋友 City One说 Auk快没了只剩US 哈哈哈哈 哦是吼 好可死 只剩下US 好 这个形容不错 是可能City One指的是 可能Boris Johnson说不定要下台呢 还有包括莫里森 如果他的选情不利了呢 对 所以是不可能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就先从这个可能 还能够留着的拜登开始讲起 好狠的一句话 可能留着 但是留着又何用 拜登就只将戒满周年 那现在呢你看到过去这一年来 其实拜登原本呢 在刚上任的时候 他背负着多少的期许 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时有多少人 是因为多么多么的 不认同川普的情况之下 投下了那一票 那虽然川普有很多的支持者 这个我们绝对是承认 但是呢你看到以拜登来讲 很多人说他很老 说他常常反应太慢 常常会失言讲错话 年纪大了 科学乔 通常美国人对 而且还会这样子揶揄他 不太会能够信任这样的人 当作一个领导 当作元首当总统 可是还是要投给他 为什么 不信任川普 因为两个烂苹果里面 还是要挑一个相对比较不烂的 比较不烂的 对啊 结果后来呢 选上了拜登了以后 结果发现啊 情况真不妙 对不对 所以民调直直落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民调 现在有好几个民调 那主要是他承接川普的就是疫情嘛 疫情打败 那他也是承接他川普的疫情 结果他自己的疫情 最近呢 比如说他光要弄疫苗护照 对 结果我们美国最高法院就打他的脸 光这一把下去 对他的那个政治威信 我觉得应该是很伤 就是他想要推这样子 然后去看能不能救他的民调 结果因为那时候他推之前的 那个民调大概40多 结果被打完脸之后 在快要其中选举下推出几个民调 大概 这样前教官应该是最在意义的 应该是盖洛普民调 盖洛普民调讲的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比较 那如果是讲拜登的部分的话呢 我提供给大家一个在最近才公布出来的 CBS的民调 CBS民调里面呢他特别谈到了 对他特别里面他算是一个三大主流媒体 其中一个 结果里面呢提到的是你到底对于拜登 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容 大家都是说非常的失望 只是用各种不同的形容词 而不满意的呢 只有百 满意的只有25% 25代表什么是四分之一而已 你知道这多少人是对这个 拜登是非常的不认同 不认同到这个地步了 想当初他刚上任的时候 哎并不是耶 他是过半数的人在支持着他 可是如今呢是腰斩在腰斩 那拜登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呢 那么另外呢你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Gallup Gallup的这个最新民调 这个民调也很有意思哦 就是美国的民意其实现在呢 看到原来是比较倾向支持民主党的 结果对因为之前是共和党的川普执政 让大家觉得失望 所以就转过头来要支持民主党 可是现在呢是反过来 又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的之多 比如说这个盖洛普民调里面呢 去年第一季还有49%的受访者 自称是挺民主党的 亲民主党的 然后呢挺共和党的大概40% 所以是49比40 这个是在去年 然后呢这个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甚至到现在是第四季 所以我一看到 哇就一直看到这两边那个肖长 就越来越明显 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已经变成是42比47 是共和党变得比较多 逆转 对 这影响就是其中选举 参众两院的选举了 今年因为是11月有其中选举要到了 现在状况就会让拜登很紧张 从一路哦 其实刚才秦教官讲的去年这一年来 他的数字就一直往下滑 包括刚刚秦教官讲的CBS的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也是大学的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很低了 是别克大学吧 他做的那个拜登的支持度跟民调 33百分比 那时候 刚才一路从60几百分比 然后一直掉到了30几 已经是很不堪 那时候白宫还出来解释 他说这个民调有问题 你们根本都故意要问拜登 算不好的 连不清楚的也算不好的 当然我们拜登都没有被人家支持啊 结果那个民调跟这个CBS民调 只差两个礼拜 33再往下探 现在剩25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拜登的处境 真的是四面楚歌 可见他这一年到底做了什么雇人院的东西 太多了 包括跟中国对抗 然后很想要做世界霸主 可是好像没有做成 反而被人家笑 处处都没有得到效果 然后经济又是最大的问题 通膨 对 超像美国史上通膨数字最可怕的 经济已经快要到双位数 当然没有了 双位数不可能啦 但你看那个数字已经节节攀升 那拿不出经济的策略 可是现在的法案 全部都是在什么对中对台 都是在外交法案 所以你难怪你现在的参众集中选捷 人家会质疑啊 你民主党到底能给我什么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疫情 我们的经济我们的通膨 你应该要推出的是经济法案 他没有一个人解决 没有一个人解决 那你要转移焦点到外面去跟AUKUS 然后跟这些人在一起 然后跟中国对抗 然后你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 凝聚你美国国内的对你的支持度 民调显示出来就不是啊 一路从44百分比 到CBS到那个别克大学的33 到这次CBS的25 这是不断的往下 你每推出一个法案 等于人家是不买单一次 每推出一个中国的法案 台湾的法案就是不买单一次 所以拜登的方向 我觉得他完全的方向搞错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他们根本不太在意 其实真正在美国的国内 对对对 你跟我讲什么新疆的问题 我无感欸 我无感啊 是啊因为对美国人来讲 我现在有感的是 我现在连二手车我可能也买不起 因为我昨天才看到 那个数字已经是创下史上的新高 均价到2.8万美元一排 那是均价而已哦 对啊所以啊物价高涨 买肉变贵了买什么变贵了 而且甚至有钱你还未必买得到 因为它缺货 缺货是为什么 缺货是因为塞港 塞港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中国大陆的港在那里塞港 是你美国自己的港塞的不得了 包括对包括加州的港 纽约的港 尤其是像加州 Long Beach的港 那个问题解决到 让大家都觉得很傻眼 就是一个美国这么样的 一个高科技的先进国家 它竟然是能够 人工屠首 长达大概十几二十天 可以塞在那边 就是后来当然有缓解 可是它可以 那个是一个常态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哇所以这些问题呢 美国都告诉大家 尤其像是拜登政府都在说 供应链的问题 甚至包括美国媒体 供应链的问题 是中国大陆造成的 中国大陆要防疫 他们要怎么样去封城 要去管制 会造成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错都是中国大陆的错 所以我说现在是甩锅 是美国拜登政府 跟美国媒体加在一起 协力的在甩锅 然后甩锅给中国大陆 现在是这个样子 川普整整骗了四年 其实美国老百姓 就是选择了你嘛 他认为你在这部分 应该是不会用这种方式 来骗我 就他现在用中国威胁论 把塞港把所有的通货膨胀 还有通路的问题 全部甩锅给中国自己 不跟我们合作 那你又说中国是我们的威胁 那我们又要跟中国的合作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拜登啊 没有啊 拜登现在就无力解决 然后通通都是别人的错 连塞港他都说 我要提高我们的保管费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 那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再运到港里面 去塞在里头 就提高我们的保管费 那把它搬出来搬到哪里 搬去哪里啊 纽约港再往外海 再往搬5公里嘛 这不是嘛 这都不是解决方法 主要是让这些物资赶快进来纽约港 然后进去通路 那不是 那提高 那让更多人说那我不要去纽约啊 我往东部去啊 我往南部去啊 所以他整个策略完全都很怪 然后加上整个疫情控制到现在 美国媒体再给他打一把 因为赶川普下来 就是因为他的一些荒谬的政策 将人口死这么多 整个疫情 美国变成世界第一感染国家 6千多万的感染例子 结果你上来 6千6百多万了 也没更好 甚至媒体就直接唱衰你啊 Omicron应该会造成 美国人会死5到30万人吧 对 这是美联社的一个报导 预估数字 很惊人啊 没有任何利多的消息 而且现在美国你看 我们以前都会看到说 那个医院的走廊啊 有没有挤的都是满满满 好像看起来都是人满为患 好多病人挤在那边 尤其像那时候我们看到 好像欧洲的国家 不是这样吗 然后就觉得说太可怕了 医疗的体系在这个国家 显然是陷入了瘫痪 那么在美国呢 其实你没有看到那种所谓的 什么医院走到那种 满满的都是人那种情形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不是你随随便便 你就可以去医院的啊 美国医药医药比较 他都要预约啊 都要约 然后呢 所以现在美国人呢 一大堆都是确诊 然后呢都是只能够窝在家里面 窝在家里面 然后自己想办法多喝水 吃维他命C 然后呢 甚至是吃感冒药 退烧药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想办法去度过这个病情 度过这个难关 对 没有人说能够到医院去 反正医院呢 也没那么多的医疗的资源 可以让你去使用 然后之前讲塞剂也不够 那拜登开了支票 迟迟无法兑现 现在好不容易终于说 好了 现在终于可以发给你了 灌给中国 然后对也是中国的错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甩锅谢泽 就是这样子要度过了这一年 那我特别要提一下 友知你知道 现在其实在美国很多的华人 为什么本来其实都挺民主党的 现在呢也没办法挺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是两个问题 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疫情 我们就撇开不讲了 一个就是治安败坏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格外之严重啊 对两边都在呛声 对 这个其实川普种下来的因 现在拜登正在尝他的苦果 而拜登也无力在外交环境上面 让美中种族问题渐渐的消弭 你可以在大陆看到喔 在火车上 在高铁上 中国人看到金法必然的 第一句话就去死滚 这不是跟前一阵子 在美国发现状况是一样的 结果在美国呢 你也会看到金法必然的 对亚洲人去死病毒滚 这个情况正在蔓延跟严重中啊 那美国如何能够在里头 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你可是你拜登在上头 你还是继续在怪中国 那你等于是也某种程度 就像那时的川普一样 助长种族意识 他没有任何的改进 那他没有办法跟美中 或者是中国 现在待会秦教官要谈到 中国正在跟世界做朋友 那这样的状况下 变成美国你变单边 那所有老百姓都没有信心 刚刚秦教官还给我们看 那个盖洛普里面 还有一个写什么 百分之五十亿的受访人认为 美国民主违在旦夕 等于是整个美国人 对于现在主政的拜登政府 没有信心 我觉得我国家会垮了 我觉得我国家不但病毒 因为状况会垮了 我的物资资源来这样子 状况会垮了 我的钱买不起车子 我状况会垮了 就你告诉我 都不是我美国的问题啊 都是中国 你觉得现在正在苦的 要花很高价买车子的 医疗资源不够的 自己拿维他命C 然后公司打电话问你说 维他命C拿到了 那明天可以上班了 你会瘋掉啊 是啊 我在那边看那个报道 是真的耶 请教官一讲我才知道是真的耶 真的是美国人得了Omicron 然后呢到医院 可能随便看一下 医生说那这样子啦 开给你个退烧药 那加几包维他命C 他能够去医院看病 已经算是好的了啦 算厉害了 不是太多在美国的亲友们了 他们得了以后呢就是吃药 然后就是休息 就是在家里面 那算不错的了 对啊 是这样 那个报道是说 公司打电话给你说 你拿到维他命C了吗 是啊 拿到了那明天来上班 是 真的是这样啊 对没有错啊 这个就是现状 所以也不用觉得 你知道奇怪了 因为大家就在美国 好像已经把它视为一个常态了 所以在防疫的部分 他还有一句 人家开玩笑讲 就说哎 你知道在美国 如果要是你认识的人啊 都这个没有人确诊的话 表示你没朋友 没朋友 不是你朋友防疫很好 不是 是因为你不够朋友 对 因为正常的 就是都会确诊 这是 就听起来 其实让人觉得蛮心酸的啊 也是事实 好 但再话说回来 刚刚我们在讲 在美国 现在其实一方面 就是种族的问题 那最近这样子冲突 或甚至是这种 hatred crime 仇恨犯罪 非常之多 然后 然后 抢火车啦 抢店面啦 甚至是对你造成 人身安全的危害 把人推下月台 对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现在 目前看到的美国 所以呢 这个让很多原本 大家都只想好好 在那里做个小生意啦 然后好好的让孩子 去读好的学校啦 因为美国呢 之前在过去 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功利教育的体系 其实确确实实是有很多 让大家感觉到是 能够放心让孩子去读书 觉得孩子出来以后 会很有成就 要不要其教官怎么去美国留学 但是但是事实上 对就是在我们早期的那一代 也的的确确认为说 那样子的一个 对你可以在美国受教育 是很好的 然后再贡献所学 然后问题是 现在不是啦 然后最近才有看到 嗯我知道在纽约 纽约呢就有家长 就在抱怨 华人家长哦 就在抱怨了 说啊现在学校 你知道他们拿掉了 那个所谓的自幽班 就是不要有这个自幽班的 这个制度了以后 大家都赔面 其实对于许多的华人家长 会觉得很遗憾 为什么 因为孩子是优秀的 孩子是自幽的 那自幽的孩子 能够去上更好的学校 那他就是要走精英教育的 这个模式 那难不成就真的 就非得把孩子 就是送到私立学校 那种名校去吗 但是又不想啊 所以又希望能够在 公立教育的这个体系里面 然后偏偏 因为他们有做一些 所谓的教育的改革 这个改的方向 却完全不是符合 很多华人家长们的期望 也因此就会造成 许多的华人 他们在海外 在美国 越来越对美国 现在的许许多多的制度 感到失望了 那美国教育是讲究 普通普遍教育 那也都一直改 就像李远哲 我们的李远哲一样 大家都能够念大学 可是在华人世界 我们就是一个精英主义 就是我们在教育里面 就是我们要能够测出 我孩子未来能够发展性 所以你要给我能够 他是很厉害 他可以读这个 他很厉害可以读这个 可是在李远哲 跟美国现在改观光教育 每个人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来当大学生 大家都可以有好的出入 可是对我们华人来讲 就不是嘛 有的孩子就适合去做别的 有的孩子就适合 往高等教育去发展 那加上我们在美国 你还有一天到晚又要被骂 滚啊病毒啊 对啊你能够在那样的气氛里面 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呢 安生立命都变成一种困难了 所以无法过好日子 好这是现在呢 美国让人忧心的地方 那偏偏现在呢 我们看看另一头 跟美国一向很友好的英国呢 这位首相强身 惨咯 他现在这个民调直直落 最主要是因为开趴门 2020被抓包一次 2021年的4月又被抓包一次 然后呢之前呢都说不知 但是后来呢也只好摸摸彼此 乖乖的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也有媒体拿到了照片 影片然后曝光 所以呢也逼得你就不得不承认 这个强身啊想甩锅都不行了 强身其实从佛系防疫灌到他头上以来 其实英国人的韧性真的很强 都已经骂成这样子了 他还有办法一直到现在 所谓这个开趴门 来真正的重创他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 请教官你觉得 会不会是其实英国人已经忍很久了 英国人本来就是比较内敛 比较谨慎 那忍你这么久了都也就算了 那你的防疫的时候 从佛系防疫到他的卫生部长 在防疫期间里面自己也去趴 趴完之后他还跟他的助理 然后打叭 然后kiss 结果呢被人家抓到 其实英国人不是讨厌他们kiss 是讨厌是你是卫生部的 结果你还做违反防疫 把口罩拿下来去亲人家 重点是你叫我在那里关着 你自己出去开发 这个是相对的剥夺感嘛 这个其实任谁都说不过去啊 加上英国的确认力全世界第二第三名 你如何能够说服大家 那大家也都忍了 那你Johnson可以继续下去 就这是搞一个开发 开发呢 你知道2020年那五月就算了 那时候还有发什么邀请函 然后上面还说别忘了带上你的酒来 这个都是后来才公布出来的 说是不是很夸张 而且这个举行的地点 这是卫报直接照片给你出来 唐宁街时候的花园 然后呢你Boris Johnson你敢说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那就有鬼了 很多人就讲不可能 然后习近平说他不知道 2021年又来一次 那次是什么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的前夕 居然也敢开趴 这实在是大不敬啊 他还逼得要去直接进去 跟女王道歉 跟他说抱歉 这是在在你摧毁英国人 对一个政府的信任 你让我们去隔离 让我们被确诊率世界第二第三 然后这种污辱的名字灌在头上 结果你跟台湾的陈时中一样 到处喝红酒 到处唱蚂牛啊 一直在唱歌喝酒 所以你看 现在Johnson会被人家赶下来 更可耻的是台湾啊 现在陈时中依然在那边大呼小叫 还说他要选台北市长 是 所以你不觉得英国很糟糕啊 台湾状况更糟 我们连最起码的政治道德羞耻心都没有 强生只不过开了两次趴 现在真的快被干掉了 有英国媒体啊 也不是随便我们自己乱讲 是英国媒体自己的报导 就评估就说呢 可能大概两周就要下台了 两周 对可能就是撑不住 当然我们不晓得 英国是不是真的会如此 可是他显然现在压力是非常非常之大 因为呢他包括了他想要卸责嘛 所以呢他就说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他的部下去搞的 那所以还有一个所谓什么 拯救大狗计划 一个豆哥 对那现在问题是 这狗可能要被赶出狗窝了 有媒体就这样子来酸他嘲讽他 那么偏偏呢 这个他自己也想办法说 要讨好一下选民嘛 挽回一些支持度嘛 否则的话真下台吗 太难看了 在这个里面呢当然做了很多事 可是呢我不一一赘述 倒是有一点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可以跟有志请教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媒体BBC BBC过去针对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报导呢 挺像是这个英方政府的这个传声筒 英方的态度是如何 那BBC就如何的去指责中方 但是呢对于Boris Johnson这位首相呢 诶批判好像又不手软 该是他错的地方呢 好像也没少得报过 结果呢 是不是因此就让强生很不满 因为对于这个英国BBC呢 就指示说我要做点事了 我要把这个BBC的许可费用冻结两年 冻结两年的意思就是说 你两年之内不能够人民再继续收钱 因为他们本来那个是一个蛮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这样 所以他是怎样秋后算账吗 有 我觉得有 BBC前日子一天到晚 喜欢到台湾来采访一些相关的官员 比如说吴钊燮 比如说陈吉仲 然后呢每次只要有大陆的 进台湾的蔬果就采访 然后就说你看 你看用这种方式 BBC确实在反中这个部分 呛中的部分很用力啊 真的是一强生的口吻 可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媒体 本来就是该要报导 他对国内政治环境的监督 这本来就是要的 所以要对强生的批评 在防疫上 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上 本来就应该应该也要做报导 难道你全部交给卫报吗 那卫报当主流媒体 当公共电视就好了 英国卫报还说 强生下台只是时间问题 就是他说两周之内被迫辞职的可能性很大 对啊 就是因为英国卫报这么说 那加上BBC主要它叫公共电视台 其实最近刚好全世界也都陷入一个公共电视台的抗争或迷思 全世界的公共电视台 民主国家的公共电视台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公共财 主要不要让说 我一定要去获得广告啊 一定要靠谁来赞助我才能开电视台 比如像我们中天 我得还要靠四方的广告抖内 那难免我会被这些抖内跟广告所牵绊 所以公共财来自于哪里 就是大家家里面有装电视的 那你有接收我们政府帮你提供的卫星频道 你有用 那我就收你一笔钱 各位你知道英国每一个家户 只要一台电视 每年要收它多少钱 要收6000块台币 大概相当如果除以4点多 大概是1200块人民币 那对我们两个来讲都是相当高的 一个负担 那一个月500块啊 差不多嘛台币500块 但是就因为现在手机当道 很多人已经都不再看电视了 对啊就看手机 大家就问说 我为什么我没看电视 我还要付你这6000块 那日本也是日本叫信料金 信就是信用的信 料金就是收费嘛 信用收费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用了 你有信就是有用了我电视 也用了我的频道 我的NHK就给你收 日本大概一年要收800块台币 但是这样下来之后呢 大家发现我为什么要缴这个钱 甚至连日本 大家要做研究你知道吗 做什么研究 我可不可以把家里面 那个机上盒完全插进去 没有NHK 我宁愿看其他的日本东京电视台 我可以看那个博多电视台 我可不可以不要收到NHK 那我不缴费 所以就为了这个全日本 一年要接上百件的告数案件 告NHK 所以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 都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不想再看公共电视 为什么要缴费 好 那强生现在民调这么差 他现在出了这么多状况 一定要讨好谁 一定讨好老百姓 你们说不看BBC啊 刚好他也修理我 我就修理他给你们看 趁机开闸的意思 对我一开闸之后呢 你们老百姓说强生做得好 你看看我们背这么多年 白白的收这么多的钱 只有强生可以帮我们 那一年要收多少钱 一年喔 收台币要1030亿 来给BBC 是 然后BBC这时候又来修理强生 刚刚变成一个三角关系就发现 对啊对啊 我只要修理BBC 老百姓就会对我 但是他想要用这种方式 去讨好选民 看起来如果从英国媒体 报导的角度 是不容易的了啦 刚刚讲到英国媒体 赫芬顿邮报 就在说呢 强生是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 因为刚刚不是有讲吗 他有一个 save big dog的一个行动 拯救大狗的行动 结果这个媒体就是说 在政治的对手 还有现在有这么多的社群网站 有这么多的社交媒体 大家都会怎么样 都会揭露很多的资讯嘛 这只狗似乎是要跟他的狗窝 说再见 所以呢 Boris Johnson 我们刚刚讲 这位首相 现在辛苦了 还有呢 就是澳洲的总理莫里森 莫里森是怎么样批中国的 我想我不用再多说 可是呢 他一直很多都是什么 都会失算 都判断错误 等一下讲给大家听 先讲他的民调38% 还在支持他 支持他 之前他是领先他的对手 大概有二位数的差距 可是现在呢 只差7%了 因为他对手是已经 爬高到31% 所以这个现在呢 5月以前 如果澳洲要举行大选的话 真的很难讲哦 胜负难料哦 虽然刚刚其实有志在那边讲说 哎哎哎哎 这个人可能常常有的时候 会翻过来 也许民调看起来弱秀 对他可能逆转胜 但是现在呢 他现在是领先哦 所以如果现在是在领先的状态之下 那会不会翻盘 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时间真的是有待观察 可是澳洲的这位总理莫里森 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呢 我讲说判断错误 失算了 因为包括之前 其实印尼呢 他说哎 这个煤 可能要稍微先不要出口了 不出口 这样子的话呢 确保自己国家的用电供应 那个是印尼政府的一个理由 可是呢 澳洲这个时候呢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偷笑了 你想说哎 那这样子的话 是我们澳洲会赚到哦 因为澳洲就以为说 反正煤你都要靠我们 我们可是一个出口大国啊 那中国 他没办法跟印尼进的话 那就要来跟我买了吧 天天中国不吃这一套 不吃这一套 失算了 就我的煤本来在在上 哎我们上个好像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也在做 也在讲这个印尼煤的事情 然后吓到 连自由时报的野鱼 中国吓死了 我不晓得你吓死在哪里 中国对于煤炭的这个 调控本来就是很灵活的 他本来在跟澳洲吵架的时候 他就往印尼去 对 往印尼去的时候 那印尼现在宣布不出口了 他往哪里 他往俄罗斯 甚至是美国 甚至是第三 第四第五名的 产霉国家 甚至是 我让我的山西 产霉率再往上提升 我总有办法可以度过这一关 那大家应该知道澳洲之前 吵架吵到我们的红酒都不买了 然后我们台湾也喝了不少瓶了 全部都转进到我们台湾 所以他的判断就是 好像他应该没有受伤 但是他似乎也没有在这波 印尼的煤里面 跑到什么甜头 终归 我看到这次的那个 请教官给我们的资料 这次对莫里森的态度 大部分好像还是紧急 对不对 你在经济上 没有办法给大家安心 澳洲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知道是之前 因为在抗中 抗中的时候呢 往往有很多的东西他就不买了 农产品我暂时先不买 可以 红酒我不喝也可以 那但是呢 那转去跟谁买 跟美国买 所以红酒呢 变成是美国的红酒商 他们呢就可以 源源不绝的去供应给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 那但是呢 现在除了红酒之外 坦白讲还有个龙虾 龙虾你知道这个很多 我们这个不要说是中国大陆啊 其实很多华人都很喜欢吃啊 但你知道这个龙虾哦 在这个不要说台湾啦 在中国大陆 你要真正买那种扎扎实实的龙虾 那种进口的也不便宜 但是呢 大家爱吃 市场还是有这个需求 结果澳洲的龙虾 其实也挺有名的 可是呢 嗯 这个龙虾哦 现在 进不了大陆 不受欢迎了 你知道现在他们跟Boston买 美国龙虾 最近我就看到一个资料 说美东呢 美东有产很多嘛 缅因州啊 Lobster 这些都很有名嘛 波士顿 结果呢 这个龙虾啊 就这样子 完全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为中国大陆有这个需求 市场的需求 就供应到那边 那我心想说 那澳洲的呢 澳洲的龙虾呢 在旁边亮着 就在等中国大陆的买家 可是 那我心里不是很干嘛 所以我就说 这澳洲也真奇怪 你没有发现吗 他在那里一味的去抵制啊 去跟中国大陆去作对相抗衡 可是好像赚到的都是 跟他称兄道弟的美国 不是吗 这不是被背叛了吗 但是有些无间道的感觉 你叫我去呛中国 我也损失红酒了 我也损失我的煤炭 中国没了煤炭 他宁愿跑去跟俄罗斯买 宁愿3C多采矿 甚至连第四名的进口国叫什么 美国 那不是很尴尬吗 那之前还为了潜艇 核子潜艇的问题 我还得罪了法国 我好像你美国叫我去做什么 都愿意做 结果所有农产品 煤 所有的金地利 都是美国在赚 那这AUKUS 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是 患难三兄弟 现在全部都 都 全部被美国拖下水 然后他自己选举 现在也快垮了 好 我刚看到我们有一位 线上的朋友 这个他说莫迪转性了 就讲这印度的莫迪转性 澳洲还远吗 印度都不搞民粹那一套 澳洲的工党 现在有机会上台 好当然我同意 我认为的确澳洲的工党 现在接下来呢 他不排除有这个机会 要上台哦 那这样的话 这个保守党 这个可能就累了 可是莫迪 莫迪转性 我觉得好像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印度有的时候 他会转来转去的 那么澳洲到底是不是可能 你说印度一转澳洲 就会跟进 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 因为两个民族又不同 所以还很难说 当然我也觉得很不错 真的就是大家可以在线上呢 来表达一下您的这个意见 大家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大家互相的沟通 还有人说 美国跟澳洲算什么兄弟啊 只能够算是远房的亲戚吧 哈哈 大家都可以表达一下您的意见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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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有没有什么 可以loboy 的